这是我们设计制度的一台涡轮喷气油烟机 没有错 就是战斗机同款的涡轮喷气发动机 肯定有很多人也想过 把人类最强风扇安装在除反是一个什么效果 今天我就来帮大家试一下 首先是三维建模设计一个油烟机 常规的风扇直接就拿掉 内部替换成涡轮喷气发动机 安装方式也有点不一样 侧面开一个洞 直接对着窗户喷气 尾部的气流喷管 也利用了战斗机相同的影射原理 增加排气量 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切割制作 好了 整体大概就是这个效果 然后现在要把发动机转进去 然后把发动机转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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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设计是在瓷砖上面打孔固定 后面想想还是算了 病人病我把他追着打 决定还是用酸面胶固定 酸面胶粘涡轮喷气发动机 我也是第一了 尾部在这一段排烟管引操到窗外去 先给你们讲讲的什么原理 这个喷管 这里有一段影射管 影射喷口 这里 然后这个 它不是没有风口吗 这也是一段影射喷管 但是能不能用我还不确定 因为这个涡风快动机烹吹的风速是很快的 应该是可以产生影射效应的 但是这一段有段拐弯 它能不能产生影射效应的话 还不是很清楚 试一下 我们应该先准备好来了 第一次点火 直接就把后面的管道给烧了 常规游言机的管道 根本扛不住涡轮喷气的高温 一下就没了 厨房打扫干净 马上逃离案发现场 我们决定更换位置 取消延长管道 还是采用窗户直排的方案 找了一个柜子 把油烟机直接拧在柜子上面 非常的完美 差不多就这样 非常完美 固定到这个柜子上面 好了 喘着菜还要被灭火气 用烟饼先简单测试了一下 效果还是有的 能很清晰的看到烟雾往里面走 特别是满油门力大飞砖的情况下 非常的暴躁 进气口的风速我们也测了一下 有10公里每小时 就是发动机烧的空层 我们都怕这个油烟机会飞出来 但是油门只要下降 低于50%就完全扛不住 烟雾到处飘一下就爆表了 爆表了 爆表了 后面我们按照激波战队的空气动力学方案 整体给优化了一下 进气口缩小提高空气流速 两侧增加胆板形成窝流 从而实现了油烟原地约束 一波带走的萌萌窝流锁烟技术 顶部增加气连 将逃逸到上部的烟雾封闭并送回吸气口 最后再把窗户封起来 非常的完美 油烟机都有了 就直接再多炒几个菜 转出五万五 可以正在运行 好了 给你炒菜了 冷的 冷的 来炒菜 现在的这个 DM2.5 这个是三次 这个是四次六 都还是属于优廉子 加一点油门 机段 起个火 就炸不停 翻个烧火的炸 一下子没有弄所以就吸死了 100% 爆表了 200 好了 一伙 OK 今天的菜全部炒完了 12345 6个菜 然后我们4.5升的油桶 这里4.5升的油桶 这里大概应该剩1.5升的样子 所以说这次中午炒了半个小时菜 用了3升的油 先炒完了 煎煲2.5 50 稍微散烧一点点 这个效果还是异常都好的 这个3升呢 基本上是刚刚把菜拿出来 然后在外面的时候会有油烟散出来 在里面的时候基本上是跑不掉的 看这边 这个也更高一点 之前是60-80 这个之前是40-50 现在升级过后 20%油门就完全足够 根本就不需要满油门力大飞砖 后面PM2.5微微有点上升 都是把锅拿出来导致的 怎么样 这个效果值不值得点个赞 如果满分10分你会给打几分 有现在这个效果 稍微再优化一下 完全可以量产了 就是噪声有点夸张 炒菜必须带着隔音耳罩 涡轮喷气发动机只要启动 整个小区都会知道你要做饭了 还有就是油耗有点高 炒菜一小时需要消耗9升寒空煤油 如果开启狂暴模式 油耗还得翻4倍 一小时36升寒空煤油保底 这个油耗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得消 当然 涡轮喷气发动机的售价也不会低 成本就要加近1万多块钱 我后面的几个圣机改装 参考了米家竞盐机的设计 我是用了300%的价格 但也只达到了其中70%的效果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涡轮喷气温机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了 不要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只有更新最大的动力 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